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感觉睡得迷迷糊糊的 身体呢,突然抽了一下 甚至啊,还把自己吓醒了 小的时候呢,父母就会说啊 这是在长个子 那现在呢,身体这样的抽动 到底预示是什么呢? 睡觉时呢,猛抖一下 从医学上讲啊,这叫入睡抽动 或者是入睡的肌症磷 大约有70%的人 医生当中啊,至少会经历一次 这样的入睡抽动 偶尔一次呢,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那可能要警惕这四种情况 首先呢,过度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会导致睡眠机制失衡 从而引起睡眠抽动 而有一些在服用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的患者 也会出现入睡抽动 这与大脑当中啊,神经的地质有关系 另外呢,缺钙的时候啊 肌肉和神经容易出现种痙攣或者抽搐 从而表现在抽筋或者是睡眠抽动 此外呢,如果出现大脑皮层或者下丘脑损伤的时候啊 也会出现频繁的入睡抽动 同时呢,有一部分人呢 也会伴随有头痛头晕的症状 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的看医生做一个投入CT或者是磁工症的检查 来排除气质性病变 还有一部分人呢,伴随有不安腿综合症 双腿啊,无论是怎么放,它都不舒服 还有时候呢,伴随有肢体的麻木、酸胀疼痛感 必须下地活动,走一走才能缓解 在排除了气质性病变以外呢 要想预防或者缓解这些现象 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合理的膳食 适当的补充盖质 注意规律作息,尽量别熬夜 保证呢,七到八小时的睡眠 同时啊,要学会释放一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在睡觉前呢,做一做拉伸 或者是一些轻柔的瑜伽动作 让肌肉得到放松 好了,我们这期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